五年为敌未见过面的一对母女 再次见面就要阴阳两格 女儿甚至要把心脏捐赠给别人 这无疑激怒了一个做母亲的底线 母亲无法原谅女儿自私的行为 连最后一眼都不愿意多看 可当母亲得知真相时让她心痛无比 原来多年前 圆圆为爱离家出走反被扎男天的负债累累 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求助父亲 就在去年母亲癌症手术的那一刻 也只能偷偷躲在远处 甚至祈福如母亲能顺利渡过难关 愿意捐献自己的所有器官 现如今以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方式 出现在母亲面前让人无法接受 最终母亲为了能让女儿在这个世上延续下去 同意了捐赠心脏的请求 然而病房内却传来圆圆心脏衰竭的消息 甚至已经从器官移植平台出了名 但另一边一位海外归来的患者王雪春 正焦急地等待这颗寻找多年的心脏 心脏衰竭的消息无疑对唐家瑜是重重的一击 就当众人要放弃的那一刻 唐家瑜有所疑惑 他怀疑圆圆是车祸导致的急性肺栓塞 吩咐助手立即检查 并以副院长的名义要为圆圆动手术 确保心脏的康复 很庆幸 这颗心脏在唐家瑜的努力下 恢复了移植要求 病房内 父母在与圆圆做着最后的告别 看着就要离开自己的女儿 母亲不舍得撒手 因为她深深知道此次撒了手 永远再也看不见摸不到自己的心头肉 然而另一边唯能符合一致规矩 唐家瑜把圆圆公体的信息再次输入平台 就是这次输入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手术室内唐家瑜顺利地取出心脏 她吩咐助手把心脏转移王雪淳的手术室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副院长的出现打乱一切 原来医治平台把这颗心脏 匹配给另一名只能存活三天的重病患者 并且就在路上 这个消息让唐家瑜无法接受 王雪淳六年才等到这个供体 现在让她拱手让人 唐家瑜坚决反对 她执意要为王雪淳做手术 副院长却让她以医院和病人的利益为主 不要意气用事 现实的残酷无奈唐家瑜只好妥协 当她看见仅有三天年仅二十的病人后 心中的悔意减少一些 这颗来之不易的心脏开始跳动了那一刻 众人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而另一边的手术室 本应该普通医生为捐赠者完成了缝合 身为处长的欧阳坚持自己主刀 就为让适者以最好的状态送还到家属手中 可一直心细王雪淳的唐家瑜 此刻忧心忡忡 然而此刻的唐家瑜并不知道 她与副院长的流言蜚语 已经惹来院长夫人的注意 感谢观看